是以粉酒作为基础的 然后就是针对粉酒的样造基础 做了以下的规定 就是说基本 简单说就是粉酒不能添加任何酒精 或者非白酒发酵产生的香味和味道 所以粉酒是绝对百分之一百的存证 我们可以看到粉酒的检测值 结果是远低于国造标准 然后也领陷于世界的标准 粉酒的品质为什么那么好 可以看一下粉酒主要的酿造 那是用万购、大麦、鱼糠和稻果 然后粉酒也有自己专属的那个产量基地 就是所以粉酒每一个原产量 我们都可以追踪 可以找到那个来源 所以保证紧的品质 粉酒的话在一个 如果我们看到粉酒的一个 为什么有那么好的一个品质 可以看到的原材料是 至于这个北纬37.2度的 这个维度的话它是 我们这边画一条线 可以看到这边有 波尔多 旧金山的拉拔 玉大利斯斯底 这些地区都是比较有名去产的一个 非常好品质的葡萄 给你那个炉作物也特别好的一个品质 然后 再上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粉酒的要求是 一定要 地下的那个 年龙水 一定要地下 840米深处采 采取的那个年龙水 基本上粉酒工艺就是经过摩梭 就是粉酒基本的一个工艺 然后我就这边就我就不那个 详细再说了 然后再看看那个 粉酒在2006年5月20日 啊 被国家 啊 批准对于第一批国家非物资 啊 文化遗产 嗯 这个是基本那个粉酒的一个技术 与那个包装 嗯 嗯 白酒的话最主要就是那个锦取 锦取的话就是 呃 施白酒的灵魂 所以 就把锦取是对 呃 中国白酒是 呃 起着那个举足行动的作用 的 然后 这些锦取的主要那个作用 就提供那个啊 呃 呃 均内 然后前驱物资 代量 然后这就是啊 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大曲 大曲 那个神双 就是粉酒就是用大曲来包装的 嗯 就是那个粉酒的那个 呃 样照过程我这边就 呃 没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会 详细的说了 然后 大家可以呃 比较 重要的快 粉酒是经过青蒸 青蒸 两次青 就是说经过了两次发酵 两次青蒸 那些工艺 啊 这就是一个粉酒样照的流程 呃 然后粉酒一直保留着古老的传统 就是用地钢来发酵 就是把粉酒所有的那个连路质 放到地钢里面进行那个一个 一个长时间的发酵 对 这些就是地钢 然后 然后他们放完那个 呃 原料物资以后 就会在上面 铺在一个 铺在一些 呃 在无缘它来 在里面慢慢发酵 嗯 嗯 那个 呃 呃 呃 很了解的西方 呃 为什么自己玩的有点像 就是那个蒸溜的器材 呃 最后的话 我就想比较一下粉酒跟那个 呃 其他 呃 西方族流那个烈酒的那个比例问题 就是粉酒我们看到 呃 占主要的是那个籽类 就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 百分之九十 所以为什么很难 我觉得粉酒特别清 特别纯 喝了不会有那种啊 疼痛的感觉 嗯 嗯 就是香味的一个比较 就是啊 啊 粉酒跟那个 白安地 还有那个 雷斯基 粉酒 白酒的话 主要是那个啊 啊 那个粉底 就是我们说的水果味 就是发酸 啊 一般我们啊 评那个 如果白酒的话 也是 用那个 呃 试着方面 就看他 先看他的颜色 啊 然后再闻一下 然后再尝他味道 最后就是 概括一下他总体的一个 呃 总体的一个 呃 颗料 对 就是跟我们 不一般我们淋葡萄酒 跟那个西方的那个 品酒的这个系统 比较接近 对今天就很高兴来到这里 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